这一期吧 2006年韩国乒乓球公开赛 女子单打的决赛 是在中国香港选手Tiana 和新加坡选手王岳谷之间进行的 其实呢作为这个王岳谷和Tiana来说 互相之间呢并不陌生 很熟悉 这个他们的打法都都是差不多 那么Tiana和王岳谷在半决赛里面 是分别淘汰了韩国的金井鹅和朴美英 王岳谷原来是中国八一队的运动员 这个中国乒乓球人才太多 对 所以呢 一直以来呢 就不断的有这个 输出 乒乓球手到国外去打球 这样也好 就是国外的乒乓球水平也能够带起来 对 作为这个我们的乒乓球运动能够保持长年的这个高水平 如果要是光是一枝独秀的话 那恐怕也对乒乓球的发展对我们的提高也不利 对 所以呢 这个我们的运动员走出国外 把这个整个乒乓球运动员带动起来推动 提高 那这个对我们国家的乒乓球运动的提高呢也有很好 那乒乓球的技术也有发展 我们很多教练员运动员现在都在国外打打球和教球吗 现在在这个市平赛上甚至于在奥运会的这个乒乓球比赛里面都会经常遇到不同的国家的选手进行比赛 对 打球的人呢都是 对对对 这个中国的乒乓球啊 的技术是应该说全世界最好 可以说大赢在中国 对 这参运动的确中国开展的相当好 天亚纳的籍贯呢是河南 今年也27岁了 各自不高 1米60 王月古发球 他这球呢既有侧旋又往前推 有点力量 对 这个就不是腿了 还便于自己发球抢弓 反手的这个弧圈呢也是挺狠的 对 特亚纳的打法是站在中间的 两面照顾非常好 正反手都是 技术都不错 因为比较快 那个打法比较快 7比4 两面都会进台啊 基本上都是打快 对 哎呦 哎呦 还有 哎呦 这个恐怕连王月古自己都喜欢 还有 还能挡回去 还能挡回去 对 非常这个有观赏性啊 你看这个球也 你贴尔拉也刚刚打到他拍子上 你看这随便这么一分两次了 就打到拍子上 这边随便挡也好像很随便的就挡回来了 对 这个落点不太好 说明说明天安拉打这球 也说明 这两个人呢 在这个决赛里面相遇 两个人从心情上来说 还是比较放松 啊 很清楚 嗯 10比4 啊 你反手弹正手 正手拍 对 你看 你看这一弹 然后这个正手一扫 好像打得比较随意 又有了 很轻松 自己刚才一个失误 11比5 天安拉胜了第一局 大概王月古啊 都认为这个球打不过天安拉了 所以他就 他就放松 很放松 一点 一点紧张的情绪都看不出来 因为比分也差得太远了 刚才 嗯 第二局 王月古接派球就抢攻 这两个运动员打起来都很快 速度很快 但是王月古的失误要比天安拉要多一些 对 这样打的话肯定失误最多 他也 他打法比较凶 这场球啊 嗯 一边 反手变正手变得不是特别的好啊 对 三比 切发球出界了 二比四 看来王月古的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特点 嗯 你看那 他他正手很好吗 也也不见得很好 对 他的反手也不见得很好 另外他在这个进台 嗯 移动也比较少 对 嗯 你说他快吗 也也没有他快 他就是反手这一弹呢 有一点速度 对 就是一两板 然后中间呢 基本上是过度 其他的攻击性就不见了 对 你说稳呢 你又没有天安拉那么稳 嗯 失误比较多 失误比较多 6比3 看来王月古也没有什么逼性的 逼性的信心 对 可能就是说 进了这个决赛 够了 已经是很大的成功了 对 对 所以他很放松的 天安娜也很放松啊 你看 这样球都能够砍回来啊 这个距离不够了 天安娜可能看到王月古出来都没什么威胁的 基本上这球 我想两个人在训练的时候大概都不会这么轻松 对 侧上前的一个发球 但是天安娜 哎 你看 随便一撩就给撩回来了 你看 一伸手就有了 反手这个抡 也能抡上 对对对对 两个人打得太轻松了 7比5 这个刚才是王月古 你看这是捞出来 刚才是王月古 一台手就有 现在天安娜一台手就有 这两个人今天的比赛也怪 但是天安娜呢 基本上是给王月古的反手 对 对 擦王 8比5 这个王月古的正手应该 应该多拉一拉 你都你都没有进攻 你跟跟那个天安娜斗稳 你怎么够天安娜稳 但是他正手基本上也没有得到什么机会 对 就像您刚才说的 他的步伐也不怎么移动 跑不开的 刚才这一边打空了 王月古自己也觉得很不好意思 好球 这个天安娜的球 天安娜也是名手名将 嗯对 它是世界比赛 它是亚军 团体亚军 嗯 香港队 这个中国香港近几年 在这个世界乒乓球比赛里面 跟他说取得的成绩还是非常好的 对 十一比六 天安娜又升了第二局 这个比分也很轻松 网月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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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多打点 发球抢狗 反正都是输了 你技术又比我好 啊 我就拼你 我就搏你 啊 又来了 又来了 你看 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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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球看起来也很精彩 两个人打得好像也挺有性格的 嗯 我也知道你 我也知道你打打打打哪里 嗯 我就在那里等着你 对 根本都不用跑了 一伸手就有了 对 对 就贴亚拉发球 网月古 你别看他 就是 就是那么一两下 嗯 反手啊 给你弹一两下 也还挺有威胁的 弹上就很有威胁 对 因为 因为有速度 你看他 他位置 摞不开 这两个人 这种反手的快速 这样挡来挡去 就近乎这个平常的训练啊 对 或者是赛前热身的这种 对 好像训练一样 你看 王月古的 的步伐不行 另外王月古发球变化呢 也不是很多 哎 线路打得好 左中右 嗯 弄得这个贴亚纳也是 嗯 来不及了 这个球根本都没负担 那么 那么散过来 嗯 你看 这个这个扫着 你看 王月古他自己都都笑了 这个球都打得到 一点动作都没有 打得天亚纳也笑 对 你一点动作都没有 哎 我想着没用 我就 我就扫过去 这个意思也就是 这球过就过去了 不过也就不过了 不过去拉倒 天亚纳还是要紧一点 天亚纳这个球还是 还是拉得不错 拉一个直线 嗯 这个 这次韩国公开赛呢 因为 咱们 中国 内地的球手呢 都没有参加 对 所以呢 也给 像这个新加坡的 王月古啊 还有这个香港选手 能够在决赛里面 这个出现 这样的机会 对 要是中国队参加 他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对 天亚纳呢 有可能还进入四强 对 甚至于进入到 这个决赛都有可能 这个王月古呢 可能 完全不可能 没有这个可能 就按照他今天的这个状态 和打法的话 对 要想进入决赛 那是可能 对 对 对 天亚纳现在的 技术是比较成熟的 因为他是大赛的经验 很足 对 什么比赛他都参加 而且取得的成绩也不错 啊 能够在这个高级别的 这个比赛里面锤炼 对 目前他是香港队的一号 嗯 但是天亚纳也不要放松 这个球 王月古 你别看他现在那么大 他也想赢啊 那当然 对不对 进了决赛 本身已经是挺大的成功 那进了决赛 当然就想拿冠军 对啊 能够赢我就赢啊 对 那不可能不赢的 你看王月古 还是要要像现在这样打 要多进攻 天亚纳连丢两分 你不要打稳的 6比8 特亚纳这一段时间的事物多了 我看他是有点放松的 现在 前面两局呢 打得相当的顺 赢得太轻松 11比6 赢得太轻松 连续第四分的失误 都是他自己失误的 对 就可以看到这个状态是太放松了 对 都不是王月古打死你 10比6 就像您说的 好像训练一样 10 7 跑回去 这个按了一个大角度 这个球有速度啊 有力量啊 对 你看一冲 王月古一拉 王月古的步法是太差 嗯 把这道9比10了 快暂停了 这是新加坡的教练 嗯 这个本来已经是10比6了 对 现在又被追成了9比10 那么天雅纳呢 是连续丢了三分 又连续追了三分 对 天雅纳呢 丢的几分都是自己打丢的 对 就看这个天雅纳能不能 赢回来这局 出界了 11比9 这样王月古 是最后一局 这个天雅纳一定要紧才行 也不紧也很难打 前面三局 天雅纳是2比1 现在第四局 好球 天雅纳的反手就是 就是好 就弹得不错 嗯 正手的弧圈 反手的弹 对 这个球天雅纳的主动 嗯 这个球不是光是挡 它有点磨 有点拉过去 小动作拉过去 0比2 0比2 好球 王月古这个发球抢攻 打得很快 看他这个发球啊 一发球球都 球都没跳起来 刚刚跳起来 他就打出去 稍微有点上弦 对 嗯 对 对方回过来高 马上就扣 这是利用发球 给自己创造抢攻的机会 对 3比1 天雅纳的反手 侧上弦 出界了 3 2 天雅纳的打法 通常都是站在中间 对 你看他都不侧身了 他很少侧身 就用拍形来控制两个角了 对 他你对方你要攻他 你也不知道攻哪个位置好 所以你这个打单打呢 那当然有自己的特点了 对 打双打就不行 就差一点 打双打就容易 你老是站在中间 而且你脚步不习惯移动的话 就是说你让开了 又忘记回来了 对 所以所以打双打就 就麻烦一点 嗯 3比4 王悦谷发球 王悦谷呢 也基本上是不腿台不移位 基本上是在进台的这个位置 光靠这个手腕和这个小臂发力 对 因为王悦谷的身材比那个天雅纳还要矮 嗯 插网 插网球 这个运气球 好的 这个球 这个球挡得很快 就借劲 借王悦谷那个拉过来的力量 王悦谷的步伐 你看它这连跨步都没有 啊 的步伐 重心在后边 实在太差 嗯 我刚才都说了 天雅纳要是紧一点就很轻松 嗯 因为这个水平摆在那里 8比4 擦网 8比4 9比4 王悦谷要挑这个球 一挑就挑出去 不过这也挺难处理的 一搓也不行 搓也高 它重心没有上去 对 但是就像您说的 你搓也是高的 对 因为天雅纳这个球是上弦球 上弦 嗯 5比9 这两个人的打法都是 都是有点像 都是站在前面 嗯 啊 左来左挡 右来右挡 这个王悦谷 这个王悦谷总的来说 这个这个正反手都没有天雅纳那么好 嗯 同样是前一分球的这个复制 对啊 但是这一次是王悦谷 15 对 11比6 这样天雅纳是3比1领先 在4局的比赛里面 除了第三局 王悦谷是11比9获胜 那么另外三局呢 都是天雅纳获胜 那么比分呢 都是11比5 11比6 也就是说王悦谷在1 2 4局里面 只拿了5分到6分 对 应该说他们两个的水平是有差距的 嗯 这个比分基本上反应这个差距 对 也就不是说 像这个第二局真的是 而第三局 11比9这样的比分差距 这还不行 我们刚才可以看到了嘛 那个 天雅纳有点松嘛 嗯 对 那也就是说 拿11分做比较的话 那么天雅纳是11分 呃 王悦谷呢 也就是5 6分 对 差不多 差不多这位水平 你看天雅纳的球也很快 嗯 因为他站在中间 嗯 比较好的就是这个王悦谷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是放放松放开了打了 放开了 嗯 他不放开可能输得更差 对 王悦谷发球 发完球还是还是左来左打 右来右打 嗯 有的时候大角度吧 他如果要是手能到位的话 还能够挡回来 对 这还比较准 对 问题就角度再大一点的话 他基本上重心是不移动 啊 他跑 他不跟重心 啊 跑不过去 包括这种进攻啊 他也不是大侧身 对 他根本都没有侧身 嗯 他腰稍微 让开一点 让开一点就就发力了 对 那也就是说手感还是不错 对啊 重心移动步伐都又跟不上 对 三平 这个退台都没有了 大家都不能退台 他王悦谷想打一个落点 三比五 给王悦谷打呢 就是给到他站的位置 呃 原位这样打 他打得最舒服 对 啊 你让他移动起来的话 恐怕他体力大概也会支撑不住 对 特亚纳呢 应该 应该 让他移动起来打 嗯 把他调动开来 特亚纳不要松 还是要抓紧一点 六比五 你看 这就是因为移动重心不到位 啊 他移动都没有了 透出界 这个步伐也太差了 这个王悦谷 好球 这个 这个 这个帖尔拉拉这个球落点好 啊 前面也拉过几个这样的球 对 啊 我拉你直线 啊 你一点准备都没有 王悦谷 五比八 又出界了 9 5 5比9 换发球 9比5 看来这个王悦谷打进了决赛都很不错 对 关键是还战胜了韩国选手 对 要输就输得很快 速度很快 又出界11比5 天亚纳 又胜了第五局 这样以4比1 胜了新加坡的王悦谷 天亚纳获得了韩国乒乓球公开赛的女子单打的冠军 这场球从实力来说还是天亚纳 再上 比王悦谷也好 对 好 观众朋友 这场女子单打的决赛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多谢收看